今天连接福建福州和平潭海峡综合实验区的福平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这条铁路的开通结束了平潭岛不通火车的历史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东南区域的铁路网 那么目前总台样式记者黄山就在平潭站 我们马上来联系他 黄山你好 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福平铁路开通运营首日的一个详细情况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平潭火车站的站台上了 大家来看在我身边停靠的这趟列车就是高53224列车 它就是今天福平铁路从平潭开往福州的首发列车了 它将会在9点43分准时出发前往福州 那么在之前福平铁路没有开通之前 我们从福州到平潭来走高速 最快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条铁路开通之后 这个时间将会被缩短到最快只需要35分钟 那么今天的首发列车上一共是有566个座位 据我了解到在昨天开票的6个小时之内 这500多个座位的车票就已经被一售而空了 那么首发车的旅客除了一部分是固定往返于福州跟平潭之间的乘客之外呢 还有一群特殊的旅客 他们呢有的是长期居住在平潭岛上的台胞 还有一部分是福平铁路的建设者们 福平铁路是从2013年的10月正式动工建设的 在这7年的时间里 建设者可以说是攻坚克南川山越海 他们一共是打通了16座隧道 架设了71座桥梁才把这条铁路给修通 因为今天是首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车厢可以说是被布置的非常的喜庆 而且还挂上了非常具有平潭特色的一个贝壳的风铃 而且在直播之前我也发现很多乘客都赶在上车之前 都与这趟列车进行了一个合影 因为这趟列车不仅是今天浮平铁路的一个首发列车 它还即将成为正式从平潭岛开出的第一趟列车 那么接下来我要带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平潭的火车站 它也是平潭岛内的第一座火车站 今天浮平铁路的开通运营也意味着 这座火车站正式的投入使用了 它的造型可以说是参考了平潭的传统民居石头措的一个造型 在内部的装修设计上 也可以是非常凸显海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 在车站里去走一走啊 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多具有海洋以及海风等等海浪元素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那么让我对我来说 个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要属这幅巨型的壁画 它是一幅手绘 它位于二楼后车厅的墙面上 它画的是这个平潭浮平铁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控制性工程 就是平潭海峡工铁两用大桥 这座大桥也是我们国内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跨海峡的工铁两用大桥 今天浮平铁路开通运营也意味着这座大桥正式的投入使用了 那么其实包含这个平潭火车站在内 整个浮平铁路沿线一共有六座车站 它的线路全长是达到了88公里 设计时速是200公里每小时 线路其实并不长 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首先是结束了平潭岛不通火车的历史 平潭岛是我们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一个地方 它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旅游资源 那么通过接下来给大家看一段画面 它的海洋海域与外海相连 而且有众多的岛礁点缀在其间 让这里拥有非常迷人的一个海洋的风光 而且受到地质构造以及海风侵蚀的影响 让这里孕育出非常多奇特壮观的一个海石地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做仙人景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当地特色的一个民居建筑叫做石头错 也成为了这里一张非常响亮的旅游名片 随着浮平铁路的开通 让这些美食跟美景更加快速抵达的同时 也让平潭岛的发展 可以说是驶上了一个快车道 那么除此之外 大家来看我身边的这张地图 其实浮平铁路是金浮高铁的一个重要的延伸 它在浮州枢纽 可以说是与温浮铁路 和浮高铁 相浮铁路 浮下铁路等等线路相连接 它的开通运营可以让东南铁路网 更好地融入全国的一个高速铁路网 而且也进一步地促进区域的整体的开放跟开发 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 从今天开通运营到接下来的25天的时间里 浮平铁路铁路部门将每天安排 平均是安排9.5对动车组开行 到了明年的1月20号 全国铁路运行图调整之后 将会按照日常线和高峰线来安排动车组运行 最高每天将开行动车组17对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黄山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那么刚才黄山也提到 这个平坦海峡工铁大桥 是浮平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浮平铁路今天开通运营 也就意味着这座大桥是正式通车了 平坦海峡工铁大桥 是我国首座工铁跨海大桥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工铁大桥 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面对恶劣环境 建设者们创造性的研发和运用了一系列的 新结构 新材料 些工艺 新装备 申请各项专利12项 填补了国内多项海洋建桥技术的空白 平坦海峡工铁大桥 起于福建省长乐市松下镇 经人鱼岛 长鱼岛 小链岛 大链岛 从苏澳镇上平坦岛全长16.34公里 大桥下层为设计时速200公里的双线铁路 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六车道高速公路 大桥所处区域是世界上著名的三大风暴海域之一 风大 浪高 流济 炎硬 恶劣的环境让这里一度被称为建桥禁区 这里每年6级以上大风达到300多天 7级以上大风达到200多天 全年有效的作业时间不足120天 为降低海上施工风险 建设者打造了大桥海欧号双臂架便服式起重船 起重能力达3600吨 堪称海上桥梁施工的超级大力士 大桥吊转最正的干粮达3400吨 需要满足110米的吊高要求 目前国内的起重权复法达到此要求 由此我们打造了大桥海欧号起重船 由于有效施工时间短 为抢抓工期 建设者搭建了一个约6万平方米的海上桥梁施工平台 海上平台及生产生活区 混凝土工厂 供配电站 淡水自备站 以及施工码头等多功能一体 施工最高峰期 有600多人在该平台上工作和生活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桥梁独立施工平台 据了解 平潭海峡工铁大桥 在新结构、新工艺、新方法等方面 一共申报了12项专利 为今后规划建设的跨海峡工程 积累了宝贵经验 继续